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岁了 知道先生这个吃干醋吗 他吃醋对于我现在 因为我不喜欢这么年轻的 就在家做一个全职太太 我想我出去奋斗一点 然后让我们这个家庭会过得更好一些 但是他总是对我一点幸运度都没有 每次我出去吃饭喝酒的时候 可能一晚上可能打个七八次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知道 在酒桌上的时候正在谈着事 他突然一个电话一个信息地发过来 我就是很反感 有的时候就不接他的电话 这时候吧 他就把我老家的儿子搬出来压我 就让儿子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妈妈 你早点回去吧 你不要在外面老喝酒了 你说你把儿子搬出来压我 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 当时心情真的是很不好 回到家之后又是一顿争吵 那就减少点应酬呗 但是有客户要求我们出一个礼貌性的 也会去应酬 但是也不是经常的 就平常如果正常的话 大概几点钟能回家呀 我正常的话 我会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一定能回来 因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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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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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帮助一下 娘家那个压力你能感觉得到吗 孝敬父母的我能接受 但是他打钱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他出去做了一笔红酒以后 回来手里面有钱 就会向家里面转钱 一转不是说一点一点地转 它就是上千上千地转 跟我的感觉吗 我们现在还住在深圳一个 很廉价的出租屋里面 我就希望他能补贴一下 我们现在的家用 改变一下我们家庭的条件 当然你要知道 作为一个男人 不是靠我去改变家里 这个责任是在你 你要去为这个家庭创造更好的 而不是说我现在挣到一点钱 我给娘家怎么了 他们是养我生我长大的 我是不是应该帮助 爸妈现在身体也不怎么好 我自己挣到钱嘛 我有权利去支配他 之前有个朋友就说 让你去合伙搞一个小工厂 我钱给到你 让你大胆去做 好了他这下就 钱怕狼后怕虎的 然后让他来给我做红酒销售吧 他也摸不下面子 所以这么看来 其实不管出于什么 就客观上面 娘家其实还是 在你的心里 是希望能够多支援他们的 对吧 是的 在这个方面 对于娘家的支援 和自己小家庭的 这个建设的平衡上面 你更倾向于你的这份工作 是投入给娘家的 不是这样 而你们家是应该 这个男人调起来的 对吗 也不是这样 就是以前吧 我也为我家付出挺多 就是近两年 他对我的心简直就是零 那我现在 不想把更多的心思 花在这个家庭里面 所以因为他不信任你 所以您觉得 我也没有必要 再为这个家里面 那么去拼命也好 或者付出也好 我理解的对吗 对 印刷机销售 对 现在你这个行业好吗 现在在广东这边 不那么好做了 等于您现在的这个事业 越做越好了是吧 对 他老是这么跟你提离婚 不离就是因为孩子吗 你心里还有他吗 他这样倒下去 我现在对他一点 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你们俩现在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谁能描述一下 现在生活就是我每天工作回去了 他就出去消夜 出去打牌 然后陪朋友一起去喝酒 但是都不是一些什么工作上的事情 他甚至有的时候回来的真的是很晚 有的时候在家的时候把我回来还看他一张冰冷的脸 我就觉得这个家里面我回来没有感存到有一丝丝的温暖 最主要是他长期在外面 我一个人在家又能玩什么呢 我也只能出去找一点自己的节目 不是人家不是十点十一点就回来了吗 我也是稍微晚一点也回来了 所以你别老理直气壮嘛 那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十次受不了 他每天对我冷藏热讽 他天天这样的去说我 你说谁会受得了 你有想过跟他离婚吗 其实如果不是这两年 他这么无理取闹的 我也从来没想过 但是现在我真的是受够了 我知道什么办 现在我就想跟他离 好吧 刚才他说他也想带你去做销售 开个夫妻店对吧 你现在这个想法还是这种想法吗 是的 干嘛不去啊 那你成为他和伙人不就得了吗 因为我要做什么事的话 我想靠我的双手把他打起来 我不想用他的钱来做起来什么生意 过去你们家的经济是 谁的钱谁花还是怎么着 我们都是自己的钱自己花 为什么没合在一起呢 因为当时我也在家带孩子 然后也没有什么收入 他的钱嘛 也就是每个月给点生活费这样的 然后其余的多的钱我都不知道 所以好矛盾好冲突啊 丈夫是想继续下去对吧 对 带条件吗 不带条件 不带条件 您是 让您干就继续 不让您干就不继续是吧 对 行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温卷 千万不要激发女人的奋斗戏 我们下期待下已经可以在那里面就止了 我们下期杀了 如果从没准车呢 就要走 都得逃避了 我们下期杀了 对 每天晚上都十点到十一点回家 我们至少是一个家庭女主人的角色 可以有忙碌 可以有应酬 这样的时间 这样的每天日程的安排 你让你的丈夫如何去信任 他不信任你是因为你在这个家庭当中 角色的缺失 感觉到这个女人的情感 她的心不在这个家了 她不信任你 她才会不信任 这和你的工作是怎样 你每天忙碌到什么程度有关联 来 陀老师 我们鼓励女人活出自我 但不是活到最后自己的世界 没有别人 只剩下自己 那那样活出自我的成功到最后 一起去销售去吧 人家要真给你去你带吗 带 真带还是假带啊 真带 只要她肯上进肯赌孽 听见了 还爱她吗 爱她 以后别再说那些伤她心的话了 好 即使是离了婚也别说 做得到吗 做得到 至少曾经是爱过她的吧 对 如果曾经爱过她的话 请你给男人一个尊严吧 老婆 妻子放的是一把修刀 丈夫的是两卷纱布好像 我们看到的是物件啊 物件背后的含义我们不知道 你送她这个什么意思啊 一把刀 因为当时我们一家三口 在生日的时候 其乐融融 当儿子满一岁生日的时候呢 她就买了一把这个 削铅笔刀 当时她就把儿子 带到我们门框上去 当时儿子也就这么高一点吧 她就用那个刀 在那个门上刻了一个印 然后每满一岁生日的时候 都会磕上 但是这么美好的记忆 她就停留在 我儿子六岁那一年 她就狮子地把儿子送回老家 但当我每次应酬完 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儿静静地看 就会想 想到我们当初一家人 在一起的时候 是多么的美好 但现在反过来再看看她 是怎样对我的 她就这样 剥夺我一个做母亲的权利 现在孩子送回到家里去了 跟叔叔 婶婶都比跟我亲 白 你这纱布什么意思 我三年前 然后一次在意外中 不小心被身体大面衣 被开水给烫伤了 当时她在广州 然后我哭着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她从广州赶回来了 赶回来她看到我的第一眼 然后她哭了 回家换药的所有的事情 就全部落到她身上了 她请了两个月的觉 整天地照顾我 给我换药 直到我完全地康复 小十年的这个婚姻里面 还有美好的 值得你们留恋的 能触动你们情感的那点东西 带着这点真好好考虑考虑 要不要跟对方 好好地继续走下去 还是互相在一路上伤害着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们来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 谢谢 各位请见证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